农历七月初期七夕节也是中国的情人节 位于槟城大山脚一所叫做七仙宫的庙宇 每年的七夕都会吸引来自各地的善男信女前来祈福 祈求七圣娘娘赐予美好姻缘 这座被誉为威省最小的庙宇 虽然没有富丽堂皇的装潢 但却有两百年的历史 多年来都是善信尽乡 祕求好姻缘的圣地 位于吴拉壁的七仙宫就耸立在山坡上 传说在一百多年前 附近的村民看到从天而降的七名少女在小溪细水 后来七仙女消失后 村民为了纪念她们就建了这座庙宇 有百年历史的七仙宫以求姻缘闻名 每年七月初期各地的善信都会带着鲜花水果和各类祭品到庙里膜拜 祈求七仙娘娘赐予美好姻缘 除了求姻缘 善信们也希望在七仙娘娘的保佑下 出路平安 事事顺利 我知道这些庙是七仙女 从小就跟爸爸妈妈一起过来拜 每次有大日子就过来拜 我是听他们讲的求姻 那根庙当然应该是保平安 我觉得姻缘东西是可遇不可求 虽然拜拜是有一些帮助 可是有时也是要看顺其自然 远古至今 牛郎和智女会在七月初期相会的传说就成为民间佳话 在古代 女子都以智女为榜样 因此每逢七夕为了获得美满姻缘 她们都会向七仙娘娘祈福 而七仙宫每年农历七月初期都会庆祝七仙娘娘神诞 大批善信一大早就会携带贡品 希望七仙娘娘显灵 保佑她们平安顺利 妙于每逢七夕香火鼎盛的热闹情景 也成为当地难得一见的风景 MTV7 槟城 采访我到